如果我们国家的主要的男演员 就是最红的男演员 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 他们可以存在 他也有他的空间 但是你不能给他们讲 不能去鼓励年轻人往这个方向走 于景天 这个坐飞机都要化眼妆 带美童的小鲜肉明星 在最近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一场粉丝阶级事件引发的混乱 再度引发大众思考 为何压力压气的流量小鲜肉们 始终占据大众审美的主流 为何他们的粉丝如此狂热且素质低下 这背后到底折射出了怎样的社会现象 1月4日 为了给爱豆接机 于景天的粉丝在机场大量滞留 造成机场拥堵 于景天刚下飞机上了烫厕所的功夫 一群女粉丝就在厕所外 围了个水泄不通 执勤民警赶来疏通 于景天不知是呆头呆脑 还是装酷摆谱 就站在原地不动 粉丝也继续堵着拍照 就是不让路 作为明星偶像 这时的于景天理应配合民警劝离粉丝 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反而推波助澜 任由粉丝造成的混乱局面扩大 民警无奈只能推着他走 并多次问于景天谁来接他 可于景天就跟个呆子似的 支支吾吾不语回应 这个过程中 围观拥堵的粉丝越来越多 而于景天始终像个小媳妇似的 已经被民警推着走了 他还在扭扭捏捏 不但不加快脚步 还在磨磨蹭蹭中 享受粉丝们为他疯狂 带来的虚荣感 可民警岂能惯着他 为了让这孙子快点走 不要影响其他乘客 于是民警情急之下 再次推了于景天 并且大声督促他快点 然而民警的正常执法 却点了火药桶 你快点呀 只有多少人在马上都失败了 你陪他快来呀 你陪他快来呀 于景天的粉丝 不仅在现场指责民警暴力执法 更是在事后网爆该民警 于景天粉丝 之所以敢在网络公然叫嚣的原因也很搞笑 因为他们以为现场维持秩序的那位民警只是个保安 可见于景天的粉丝不仅脑残 还是势利眼 在得知人家是一级警司后 恐怕也会下得赶紧删帖吧 爱豆像呆子 粉丝像疯子 简直是绝配 事实上 于景天的履历很普通 2019年通过参加韩国某档男团节目脱颖而出 之后便通过青春有你第三季在国内走红 唯一的作品还只是一部微短剧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毫无实力和作品支撑的艺人 却活到这种程度 拥有如此多的女性受众 就其原因就五个字 颜值及正义 而压力压气的小鲜肉 之所以占据大众审美主流 除了背后资本推波助澜的引导外 当下社会过度追逐物质层面的浮华 而导致的精神层面的缺失 是其中很主要的原因 对于男性的审美 要么有钱要么有盐 精神层面只停留在 钱能解决一切的认知 如果没钱 那起码要有盐来满足生理快感 当这样的认知和价值观 在女性群体中流行的时候 小鲜肉大行其道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说到底 当下女性对于小鲜肉的追逐 就是在赤裸裸的满足自己的生理快感 小鲜肉的问题 我就一直说是审美安全问题 因为小鲜肉这个词 是香港富婆找鸭的说法 我们拍戏的时候说这个戏 我准备找几个小鲜肉演 翻译过来就是说这个戏 我准备找几个鸭来演 是一个全民轮童的倾向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胜利需求只是最底层次的需求 所以多数小鲜肉的粉丝狂热 且素质低下就再正常不过了 他们哪里知道 自己为爱斗的付出 那都不叫爱 而满足生理快感 才是推动他们狂热行为的最大动力 他们一切的追求 仅仅只停留在满足眼前的快感 于是为了满足并抓住这个消费群体 资本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的批量生产小鲜肉 在资本眼里 他们不再是人 而是一个个的商品 就如同芭比娃娃 一个娃娃有很多配件 你可以更换颜色不一的发型 各种款式的服装等等 资本也通过五花八门的包装 让小鲜肉不断地给你感官刺激 以维持新鲜感 至于一个好演员所需要的个性和特点 统统不需要 而一个具有艺术潜力的演员 是需要花时间磨砺的 而且颜值并不是好演员的主要指标 小鲜肉的粉丝首先看颜值 其次也不会有耐性陪伴一个演员共同成长 所以资本最不喜欢的 就是产品的不确定性 因为既没实力又没特点的小鲜肉 就是用来赚快钱的 就好比快餐 为什么最多的是炸鸡 因为生产周期短 肉料比高 而我们现在的娱乐业流行的 就是快产快销 圈钱就跑的思路 于是我们看到流水线 批量生产的小鲜肉 换了一茶又一茶 当于景天的价值被榨干后 资本又会推出新产品 粉丝们也会逐渐将其淡忘 再去一窝蜂地追逐下一个李景天 这也正如冯岛曾经的那方话 有什么样的消费群体 就会催生出什么样的市场 话虽难听 但并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如何改变这样的现状呢 我想一切问题的背后 都绕不开经济问题 当我们的社会逐渐实现均富 金钱智商的价值观 也就不再会有市场 通过颜值来满足低层次的需求 也会改观 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追逐更高层次的需求 去实现自我价值 在一个注重自我价值 体现的成熟社会 就不再会有偶像 人们也不会因为明星而变的狂热 为了吸引观众 市场就必须做出改变 生产和观众精神层次 相匹配的娱乐产品 靠实力和作品说话的明星 也将成为主流 整个娱乐产业 也会进入良性循环